赵露丝精致照影网友争议 粉丝劝她减肥不要活在美色中 四川出美女 似乎是一条规律 即便是在美女云集的娱乐圈里 四川的美女也是数不胜数 不过说起当红女演员 赵露丝今年的势头正盛 接连上映了好几部影视剧 似乎很受市场和观众的欢迎 不过对于赵露丝的日常 很多人都很喜欢 很多粉丝都充满了担忧 因为无论是她的官宣照 还是影视剧中的表现 她的颜值和身材似乎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看看这次活动的日常照 没有精雕细琢 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 一 直播状态堪忧 赵露丝现身直播发布会 当赵露丝出现在镜头前时 粉丝们会发现 这个阶段的赵露丝与当初精致的画面 或影视剧中的表演完全不同 甚至有人断言 这种直播就是翻车现场 当赵露丝身着抹胸连衣群出现在镜头前时 网友们不用仔细看 就会发现和精致的照片差别很大 抹胸连衣群下是一个臃肿的身材 整个人看起来胖了一大圈 当然 这种脂肪不仅仅体现在身体上 如果是抹胸装扮可能会造成身材的视觉偏差 但是赵露丝的脸却有着非常明显的肥胖特征 比如 妆容看起来有点油腻 看起来没有那种清透干净的感觉 脸也太圆了 稍微低下头就能看到更明显的双下巴 本来粉丝们还以为是服装搭配的问题 虽然明星很少犯这样的错误 直播结束 赵露丝换上了一件印花露尖连衣群 他刻意将头发从后面披到胸前 这样可以有效遮住他过于宽阔的肩膀 但遮不住的手臂却似乎更显出他强健的体型 这样的长相和印象中的赵露丝真的是天壤之别 粉丝大声提醒赵露丝 有这功夫练图还是赶紧考虑减肥吧 看来最近赵露丝并没有进阻 赵露丝也开始有点放纵自己了 没想到却在红毯上翻了个身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从脸型来看赵露丝是圆脸 一不留神真的很容易翻车 不过好在赵露丝有一个高薪的强坏老师 可以通过修图来维持他的美貌 为什么要锻炼和结实 二赵露丝的半永久 除了身材开始走样 不少网友还发现赵露丝已经开始化半永久妆了 比如他最近的照片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在众多的照片中很少有照片是正脸 其他的都是侧脸 而这些侧脸无一例外都是左半边脸 而左半边脸也成了他的招牌妆容 除了左侧脸占据了大量公开的照片外 就连偶尔出现的几张正面照 赵露丝也是半永久的表情 半仰着头笑起来 让人眼睛一亮 密 所以在赵露丝的酒宫阁里面 你们大多都有这样的照片 好像除了这个 就没有别的表情管理了 如果偶尔有这样的表情 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但是粉丝们老是看到这种表情 自然会不满意 毕竟千篇一律的照片 很容易让人失去新鲜感 当然也有网友猜测 赵露丝之所以不敢露脸 是怕暴露自己眼睛大小不一 眉毛高低不一的缺陷 其实 精修图不仅仅是在脸型等方面进行矫正 细心的网友发现 赵露丝不会放过他的身材 身高方面 赵露丝只有160 在现代高挑美女中 这种身材其实是有天然劣势的 但是因为比例合适 倒是看着还蛮舒服的 不过 赵露丝晒出照片的时候 不得不屁一下自己的腿 修长九头身的感觉 这种辟图过度精修的后果就是 一旦精修的条件失去了 比如走红毯的直播 他就会和别的女人上床 对比之后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当然 现代科技是无所不能的 在一些可控的直播中 不仅有美化 还有大长腿特效 这对于身材娇小的赵露丝来说 是一个救命特效 让她继续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幻想 女明星对于身材的管理远比普通人严格 其实 如果女明星生活在现实世界中 还是会有无数粉丝的 毕竟观众要求不高 各种身材都有自己的美感 如果你还是放不下这些包袱 不专注于提升演技 最终还是会被观众抛弃 迪丽热巴被爆怀孕乌龙后 粉丝比工作室还忙 为顶级幸福操碎了心 如今 要说到演艺圈最受欢迎的女明星 当属迪丽热巴了 迪丽热巴就算是简单走红毯 也能凭借美貌登上热搜 作为话题度如此之高的女艺人 迪丽热巴最近也备受宠爱 迪丽热巴怀孕的消息 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然而此事并未平息 娱乐记者张小涵又晒出一张迪丽热巴 与高个子的合照 男人戴着口罩和帽子 把脸捂得严严实实的 根本分不清是哪位男明星 后来神通大学的网友发现 张小涵扔出的照片是后期合成的 照片中的男孩原来是迪丽热巴的女工作人员 后期辟图上传的男明星 就是现在的娱乐圈 肖战 圈内人气最高的男一号 被网友扒出来后 张小涵成了狗仔界最尴尬的人 有网友调侃张小涵想效仿韩国地社 爆出李中硕IU这样的大瓜 可惜张小涵没硬起来 被网友嘲讽活该 虽然张小涵批图事件 在网友的仔细调查下告一段落 但迪丽热巴怀孕的消息 还是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 1月3日 迪丽热巴工作室发表严正声明 表示将对网络虚假信息依法追究 没想到 迪丽热巴工作室的维权声明一出 也没能平息谣言 网友们的探索和分析也越来越有根据 尤其是在迪丽热巴不是在剧组拍戏 就是活跃在娱乐圈的各种活动之前 2022年年底 迪丽热巴没有出现在各大卫视平台的跨年节目中 而迪丽热巴作为顶级女星已经有7个月没有进组了 而且有知情人透露 迪丽热巴巴基斯坦也有一个最近出国旅行 图片仔细想想不禁让人觉得奇怪 毕竟艺人的发展主要在中国 不关注国内的活动反而去参加国外的活动 这个是来做什么的 要知道当时张碧晨宣布要出国度假5个月 后来又被曝出要出国生子 再想想迪丽热巴粉丝也怕了 由此可见 如果女明星们想要再不被狗仔记者拍到的情况下默默分娩 出国度假在国外分娩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迪丽热巴的这一操作为网上流传的消息火上浇油 除了吃瓜网友 迪丽热巴的粉丝对此也颇为怀疑 即便迪丽热巴在微博晒出一张腹肌照片证明自己没有怀孕 但也有人表示 并不能证明这张照片就是迪丽热巴的最新写真 为了堵住吃瓜群众的嘴 迪丽热巴的粉丝纷纷在迪丽热巴工作室的微博上留言 要求公布迪丽热巴的每月行程 粉丝要求工作室放出迪丽热巴的行程也不无道理 除了催促爱豆多参加线下活动 毕竟娱乐圈人来人往 再次可以让迪丽热巴的怀孕传闻不攻自破 不过工作室并没有理会粉丝的诉求 一直没有公布迪丽热巴的工作档期 只有微博超话的明星行程表列出了迪丽热巴未来的行程 不过迪丽热巴一月份的活动 除杂志发布视频 封面内页外仅包括直播等线上活动 而这些活动要么是事先准备好的 要么只是露个脸而已 而且有网友发现 迪丽热巴在十月之前还有不少线下活动 但从十月开始就逐渐减少了 迪丽热巴前后的穿衣风格更是大相径庭 和以往活动中经常穿的凸显身材的衣服不同 最近几个月 迪丽热巴似乎更喜欢宽松笨重的衣服 由于看不到妖妇的状态 加上迪丽热巴工作室也没有发布 能让网友信服的澄清 网友们甚至会认为迪丽热巴是真的怀孕了 迪丽热巴曾表示自己一定会结婚生子 现在迪丽热巴已经三十岁了 如果真的怀孕了 不知道她最后是不是想学赵丽颖留下儿子呢 再加上一些娱乐记者总是偷偷说 有顶级爱瓜和铜瓜 网友们不禁感慨 迪丽热巴就算不是真的怀孕 也可能已经谈恋爱了 尤其是很多网友都非常喜欢迪丽热巴 和曾经和迪丽热巴有过合作的黄景瑜 杨阳等男明星的CP 粉丝们希望他们的梦想成真 除了他们之外 不少网友也非常期待迪丽热巴和肖战的合作 毕竟 谁不喜欢看帅哥美女一起演戏呢 在迪丽热巴的绯闻中 与黄景瑜的绯闻是最真实也是最火的 迪丽热巴和黄景瑜因共同出演 幸福触手可及而结实 剧中夫妻俩让观众直呼完了 观众替戏外演员在所难免 不过迪丽热巴和黄景瑜的绯闻并非空穴来风 只是两人的社交动态已经被网友追踪出不少蛛丝马迹 比如在两人晒出的照片中 网友发现两人拍照的地方非常相似 难免让人猜不到这是同一个房间 有网友巴出两人曾穿过同款衣服 很可能是情侣装 除了这些狗仔队还曾拍到黄景瑜拜访迪丽热巴乐队 对于这些恋情传闻 工作室一直没有出面澄清 粉丝们对此极为不满 近年来当明星恋情曝光时 片方多以冷淡对待亦为默许 迪丽热巴工作室的运作 无疑被路人视为默契 只有粉丝在实时微博广场试图澄清 工作室只是为了发酵事态 然后发表声明 虽然谈恋爱对于女演员来说是个人的自由 但是在事业的巅峰时期 谈恋爱或者结婚生子 肯定会对一个女演员的事业发展 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外 黄景瑜还曾传出家暴的负面新闻 尽管黄景瑜对此做出了澄清 法院也裁定散布消息的人诽谤 但黄景瑜的人气大不如前 所以迪力热巴的粉丝才这么着急 生怕自家偶像的明星地位受到影响 你看 迪力热巴怀孕后 粉丝们比工作室还忙 真的是为顶级幸福操碎了心 还是希望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 工作室能慎重处理 在保护艺人的前提下 给一直担心爱豆的粉丝一个交代 你怎么看呢